我们也看到所有的一切的应用 就像我们在华夏文明 我们常常了解到 所谓的无明是我们天地之事 有明是万物之明 代表是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第二念下来的 所以从无知无明 所以我们透过十二因缘当中 就是要来学习 怎么学习呢 从无中怎么去生有呢 那我们了解到世界都是一个幻化的 是一个幻化的 就像我们早上在这边用工 我们春分的时候八十八货 到后来我们天亮的时候 就看到我们太平洋上面了 三维维席的这个雨滴 所以这个都是告诉我们 其实很多事情都是从十二因缘 从无明 从行 从事 从明是 流入处受爱取有 生劳 是 代表我们这个一系列呢 从这个 有 有 有中 有中 有就会生出所有的万事万物了 我们也看到呢 你看这个水滴 早上相差也不到 一个小时的时间 也就是六十分钟 整个的变化呢 现在呢 正是下着这个细雨 可是你可以看到天空啊 依旧是这么明亮啊 所以我们也非常感恩 即使你来到我们台湾太平洋上面的台东有名佛是很特别啊 只要你的心是无扎然的 的确我们的海面也是清透哦 只要我们有所谓的这个 比较 计较 嫉妒 尤其是男女的感情世界 只要有男 只要有这个男跟女的贪婪啊 这个空间非常特别 它就会让我们 形成这个雨滴来做进化 所以这一切 都是因为我们人类因为看不到 这个无知无明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呢 真正的了解十项世界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透过呢 从这个简单的这个叫做物质 就是我们的肉体 再透过呢 每个当下一定要听经文法 了解到佛法呢 从我们东汉末年呢 也看到非常多的人深入佛法之后 对于这个世界所有的种种 也就是身裸万象 我们会给它名称 明智 所以呢 为什么我们身为华像文明呢 看到这个物质 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所形成的 就是不一样的特色 就像我们看到太平洋的水啊 天人看到是流理 我们人间看到是水 那恶鬼道呢 他们就看到是龙血了 所以这个所有的一切 就是要让我们所有的 白金家人 透过呢 一切的万事万物 都是在说法 只要我们懂得 愿意回到至深 点点滴滴的 都愿意呢 每一个当下 透过呢 所有的一切世间 这个就像是什么 我们如何学习 安住安定 所以你如何用安住下来呢 当然我们会透过 一个非常棒的工具 这个是内在最和谐的 透过六个字或四个字 加起来就十元满 所以不管你是念南无阿弥陀佛 或者是阿弥陀佛 居然可以开展不可思议 所以不可思议就是 无法用你的想法了 用你的大脑的头脑来想了 只要你愿意相信 从这一刻开始 你可以学习我们的五会哦 五会念佛 慢慢的你会让自己专注下来 所以从行住坐卧 日常生活 就是能够开展不可思议的智慧 不可思议的什么 健康不可思议的什么 我们所谓的民 这个民力其实是利益之起 了解到灵性是不会生病 不会死亡的 我们也透过今日的这个 骤变千变万化的气候 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分享 看到太平洋的美 看到虚空的漂亮了 也期盼你们都能够呢 回到我们心里的故乡 一切如此的微妙平安 就是这样子的感觉 我再来做一切 我的胸口 是不是 这个东西 冒不可思议的